王林虽然无法再使用李广宫 但是却拥有了天道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个老东西 聚集了一百多位仙人 准备给王林一个下马威 连战老鬼也都想参上一脚 没想到王林竟然得到了天道 一口气下去一百多位仙刚大陆之仙 瞬间就只剩下四大战 将与战老鬼五个人 这五人彻底傻眼 内心一万道雷霆环绕 被天道吓得连话都不敢说了 王林发现自己的天道依然不够完整 所以也不练战 直接去往五星行寻找那多 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 王林这脾气能受得了这个 上去就是一顿乱锤 准备破了这五星九转针 五行星外五道光环交错中 此刻一片模糊 在外界很难看清其内 只能看到五星光芒扭曲 有一层层拨纹向着四周回摊开来 王林在这璀璨光环的身处 神色如常 没有丝毫变化 在他的右手手心上 此刻有一小撮蠕动的沙土 沙土不断地改变形状 幻化作合成各种样子 试图从王林手中挣扎出来 但最终在王林右手一握中 小撮沙土立刻崩溃 无法重新凝聚 消散在了王林手心 这大地沙土 是五行图属性所化 更是隐隐直指本源 此刻被王林收起后 在他的储物空间内 已然存在了两撮沙土 另外一部分来自天运字 不愧是先刚大陆来临之人 在这阵法上好大的手笔 居然把五行大地之灵凝固在此 融成阵法 若是再过了数万年 说不定此灵成长之下 可以成为第三部五行土灵体 王林目光一闪 看向着五行阵的目光 有了炙热 对于这阵法 王林内心生起了更浓的兴趣 五行本源中 我拥有火本源 若是能把其余四种也全部拥有 我的修为定会暴增 且一旦五行归一 不知是否能诞生出新的本源 王林嘴角露出微笑 他看着四周的五行光环 笑容更加灿烂起来 对于敌人 尤其是非动腹界 且包含火星之辈 王林从来不会与其讲道义 实力就是一切 若对方有能留下王林之力 那么一切自然罢休 但若没有 则在王林的家中 这群外来人便是强盗 对于强盗 王林要比他们更强盗 收走大地土灵 王林身子向前一步卖去 在这一步卖去的沙 展现在王林面前的 赫然便是一片火海世界 这片火海 弥漫天地之间 王林目中所看 天是红色的 大地是红色的 这红是火焰的颜色 天在燃烧 大地也在燃烧 目光在这里被扭曲 一片五行的波纹回旋 这是恐怖的高温造成 在这高温下 这里的一切 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有的只是火 熊熊火焰燃烧 发出啪啪的声音 传入王林耳中 但却没有对它造成任何影响 相反 在这五行火焰的世界内 王林反倒比在外面 更舒服于那些 五行星内 高塔中下端层内 黑炮牢这与中年女子四人 此刻好不容易压下的 心中方才的亥然 带着凝重 目光盯着中间的巨大镜子内 被火焰笼罩了身影的王林 五行火灵之力 尽管与大地土镇相差不多 但火焰本身 却是足以本哨一切 修饰身躯与原神 这王林就算收走了土灵 但在这五行火镇内 却绝对不会那么轻松 黑炮牢者显然并不知晓 王林的本源中拥有火焰本源 此刻南南 四队身边三人开口 右方若是自语一样 实际上也不能怪他们消息闭塞 他们五行星之人 早就内部封锁 轻易不会外出 就连有关王林的身份 与大致修为知识 也都是从群无意中 传入近来的界外修士里知晓 且知晓得也并不全面 只不过事后曾派出过几人外出查探 慢慢地知晓多了一纳心 但王林本人的事情 他们确实不知道 没错 土灵较为温和 不如火镇凶亡 此人在这火镇内 我断定他会受伤 中年女子眼中露出恶毒之色 她恨司徒男 更是恨一切与司徒男相识之人 此曾另外二人 此刻沉默 看向镜子的目光 有着深深的忌惮 他二人尚有理智 此刻不再开口判断 五星火镇内 火焰滔天而起 在王林踏入近来的伤 四周的火海立刻传出 仿恶咆哮的声音 火海轰轰卷动 如大浪一般掀起老高 从四面八方直奔王林而来 沙尖就临近王林四周 赫然就从旁边的火海内 幻化出了九个火焰麒麟 这九个麒麟兽高原数百张 全是由火焰组成 散发热浪高温 更是在他们的脚下 分别有数个火焰球 这九头麒麟神色争鸣 咆哮中直奔王林 从九个方向及时 远远一看 这一幕颇为惊人 尤其是九头麒麟身后 更有火海滔天卷起陪陈 如此一来 更显凶资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五行星修士 纷纷眼中露出残忍之意 五行星上 除了黑袍老者所在之层 有面巨大的镜子外 在这高塔外围的天空上 此刻也是有一个巨大的漩涡回旋 漩涡内 赫然折射出王林 所在五行火阵内的一幕幕 这一刻 说他是万众瞩目也毫不夸张 在这巨大的漩涡下 龟一宗所有从高塔内散出的修士 均都抬头看去 我看他怎么那么抵抗 这一次他必定受伤 黑袍老者握紧了拳头 盯着身前镜子 凝声开口 但就在这时 这老者却是突然面色大变 在其面色改变的伤 即旁边中年女子 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嘶吼 紧接着 在这高塔外 所有目睹天空漩涡内一幕的 龟一宗修士 急急传出华人与震撼之声 五行火阵内 王林神色平静 冷冷的看着四周 呼啸而来的九头火焰麒麟 九头麒麟在临近 王林身前十丈的杀 齐齐停顿下来 目中露出疑惑的同时 很快就大头一甩 居然匍匐在地 发出呜吼之声 他们的样子 看起来已然不是麒麟 而是如同小猫一般 更是在匍匐中 神色露出欢喜 仿若遇到了主人 就连他们身后的火焰 此刻也是呼啸中 在王林身边雀跃回旋 整个五行火阵 卷动天地的火海 在王林右手抬起 向下一案中 顿时发出惊天轰鸣 在这轰鸣下 这个世界内存在的所有火焰 疯狂的凝聚在一起 杀奸 这世界内除了王林与九头麒麟外 所有的火焰凝聚之下 在王林的身前 幻化出了一个身子 数千丈大小的火焰巨人 这巨人身上穿着火焰铠甲 身后挂着火海披风 庞大的身子 透出强壮之感 她的身体完全就是一团燃烧的火焰 就连其头发 也都是火焰组成 这火焰居然出现之后 向着王林立刻单膝跪跌 双手放在胸口 没有表情的面孔上 此刻透出狂热的崇敬 高塔内的黑袍老者 面色立刻苍白下来 呆呆地望着这一切 脑子里一片空白 还有中年女子 面色直接惨白下来 她张开口双唇碰了碰 但最终却是没有了任何言辞 看向镜子内王林的目光 已然存在了 挥之不去浓猛的恐惧 不仅是他们二人呆滞 此刻在高塔外的 所有归异中修饰 一个个全部愣在里 望着天空漩涡内的画面 一片死寂的沉默 若说之前王林收复大地吐灵 只是让他们震惊 那么现在他们亲眼看到 这五星火灵居然向着王林摩摆 而至始至终 王林在五星火阵内 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没有施展任何一个神通 他只是站在里 仿若是一个君王 来到了自己的国土内 这出乎了他们的想象 超过了他们的理解 引起了内心强烈的恐惧与不安 纳多与中年男子 二人在高塔地诗层内沉默 纳多眼皮跳动 神色渐渐极为阴沉 他二人相互看了眼 彼此在对方的目中 都看到了忌惮 别或许无法看出端倪 但他二人确实可以 火本源 纳多缓缓开口 而且是达到了至极状态 成为了万言之主的 火之大成本源 若非如此 这已经凝聚常人形的五星火灵 断然不会模板 更不会神色露出种程度的憧憬 五行阵困不住他 但此刻他根本就不会主动出来 我看他的打算 是要收走五行全灵 纳多眼中露出寒光 应该将其引出 否则的话 其余五行三阵 我们损失不起 中年男子深吸口气 站起身子 抬头盯着塔弯 请先祖站架 这中年男子低吼中 立刻从这高塔地识层内 顿时就有蓝光沙出现 凝聚在这男子身体外 瞬息间 一副水蓝色的铠甲 散出阵阵水浪波纹 出现在了这男子的身体上 下一阵为五行水阵 我在里看看 能不能将其逼出阵法 直接进入九转之内 中年男子右手抬起 虚空一抓之下 立刻其手中凭空出现一片水浪 化作一把巨大的长枪 背景狠狠地握在了手中 你帮我压阵 我先去一步 中年男子持着长枪 身子向前一晃 直接化作一片水气消散 在这地石层内 五行火阵内 在火焰巨人跪地膜拜中 亡灵神色平静 后缓缓抬起放在头顶 亡灵脚步没有半点停顿 走出其双手 踏在这巨人头顶火焰头发之中 即右手抬起一指前方 巨人猛地站起身子 向着亡灵所指之处 立刻就发出了一声 惊天动地的咆哮 随着其咆哮 四周九头剖斧的麒麟 纷纷站起身子 全身一抖之下 神色立刻争鸣起来 同时低后 亡灵所指 在五行星众人看去 却是头皮立刻发麻 心神剧烈的震动 因为在他们的目光中 亡灵手指 是在漩涡镜子内 指向所有看拒之人 如此一来 巨人与九头麒麟的咆哮 也似向着高塔外数百修饰 高塔内黑袍老者四人所厚 在这突然的咆哮低后中 塔外数百修饰 有不少人下意识的后腿 面死苍白 眼中骇然更浓 甚至还有一那些修为低落的 在这咆哮下嘴角溢出鲜血 恐惧后腿很远 盘膝打坐 在他们惊慌的目光下 他们看到在天空漩涡的镜子内 亡灵站在火焰巨人的头顶 在九头麒麟的跟随下 巨人向前猛的一步迈去 双手伸开向前 漠然一挥 这一挥中 五星火震的世界轰然崩溃 就在这崩溃的瞬间 漩涡内的画面突然一变 出现在所有人目中的 赫然是一片无尽的大海 海洋之大 看不到尽头 此刻怒涛滚滚 大浪卷起 肆意向天怒吼 更是在这世界内 天空一片昏暗 无鱼密布 没有闪电与雷霆 但却有暴雨呼啸降临 形成了一片海语交错 天地颤抖的画面 在大海上 此刻随着一层层巨量 滔天卷洞中 一个身穿蓝色铠甲 手持一把蓝色长枪 一头黑发飘舞 样子极为英俊的中年男子 从海水内缓缓升起 他的脚下 是一层层的大浪推动 五仙水江 是我们皈依宗的水江大人 水江大人常年闭关 如今出现 闯入者必定无法度过 这五行水阵 随着中年男子的出现 高塔湾四周归一宗修饰 刚落在心神内注入了新的力量 一个个立刻神色露出激动 更有一个修为 到了敬念中期的老者 此刻向着四周发出一声大号 五行星归一宗的诸位同门 如今有人挑衅我归一宗 我们之前礼待对方 但此人却是嚣嚣张跋扈 狂妄至极 他应传我归一宗大振不说 更是抢夺了我们的五行二灵 这样的人 他就是赤裸裸的入侵者 我们岂能让他进来 老者声嘶力竭 眼中流出痛恨之色 没错 此人名叫王林 我也略有所闻 他在五行宗外恶名昭昭 更是极为残忍 凡事所去之处 生灵涂炭 从不留任何活口 甚至不久前 我曾听说有一个修真心 其上一个腾性修真家族 就是因为被此人看中了 其家族的某样宝物 居然被他屠杀了满门 更是连凡人老少都不放过 血流沉河 又有一人走出 向着四周众人低吼 还有我知晓 我们归义宗 受我们敬仰爱戴的那多长老 当年在这亡林屠杀凡人 胡乱双修之时遇到 出手将其阻止 但却没有杀的 而是念其修为不亦放过 但此人不但不知感恩 反而在修为大增后 杀了我五行星 他说的好听 要找那多长老 但实际上 他却是要来毁灭我归义宗 这种无耻卑鄙 丧尽天良之徒 我们岂能让他来五行星撒野 这种魔修 人人可杀之 杀他一人 等于是解救了无数人 各位同门 我们修为不如他 但我们人多 他只有一人 我们有无数人 人云亦云 这样的话语渐渐多了起来 渐渐的 那些不了解亡林 一或者根本就不认识亡林之人 也慢慢地相信了这些话语 看向天空漩涡镜子内亡林的目光 充满了愤怒与痛恨 这些话语 亡林听不到 他就算是听到 也不会在意 更不会放在心上 此刻他站在巨大的火焰居然头顶 走出了五行火阵 展现在面前的是苍茫的大海 雨水从天花花降临 落在卷狱身后九头麒麟的身上 发出此次之声 武行中水火相克 活与水从来就无法共存 此刻在这五行水阵中 九头麒麟发出阵阵滴后 在亡林的正前方 一片卷动咆哮的大浪中 一头黑发的中年男子 右手笔直 持着水蓝色长枪 穿着铠甲 冷冷地看向亡林 在亡林目光看去的沙 这中年男子忽然发出一声大吼 其身子一跃腾空而起 脚下海浪呼啸 层层卷动 大海疯狂 一片片波浪轰轰而来 更是在亡林四周 前后左右海面内 有阵阵低吼传来 却见四道高约万丈的巨大海墙 轰然凝聚而起 将亡林彻底的封死在内 与此同时 黑发中年男子一声惊天大喝 其身子跃起间右手长枪握住 向着下方被海枪围困的亡林 一枪呼啸而去 其身随枪走 在不断的临近下 化作了一道水蓝色的长红 更是在这男子身后 天空乌云滚滚越加密集 暴雨连连 无数的雨滴急速落下 赫然在其身后幻化出一把雨水长枪 与其身子一同骤然来临 这一切太快 亡林身后九头麒麟吼声越出 超过亡林 直奔长枪而去 但却在前行的瞬间 立刻就被滔滔海浪疯狂的淹没 甚至就连亡林的身子 与其身下的火焰巨人 也在这四周海墙的倒塌卷动 与前方中年男子的一枪横扫中 被海水轰然淹没 在亡林的身体 全部被海水埋葬的沙 这男子身后由雨水凝聚而出的长枪 也轰得一声刺入海内 大海咆哮 轰轰不断 掀起滔天打浪 整个天地 再无亡林与火焰巨人的身影 有的只是黑发飘动 样子英俊的中年男子存在 就只有这点修为那吗 在这里 我就是五行水灵 在这五行镇内 我就是仙神 你的火焰本源 不行 中年男子神色冷凹 缓缓开口 在其话语传出的瞬间 五行镜上高塔外 所有归一宗修饰 齐齐发出了惊天的欢呼之声 水浆大人修为 已经踏入传说中的第三步 这该死的入侵者 他凭什么来抵抗 阵阵欢呼在这天地间回旋 天空漩涡镜子内的中年男子 神色古傲至极 右手抬起握住长枪 一直下方大海 嘀吼一声 亡林 你只是受伤 给我滚出来 就在其话语传出的瞬间 下方的大海 突然发出剧烈的轰鸣 在这轰鸣中 海水证然爆开 直接掀起 直奔天空而去 阵阵海水之木阻拦了水浆的视线 就在这海水冲天的瞬间 水浆身子一晃正要下沉 但突然的 一个冰冷的声音在其背后响起 我在这里 水浆面色大变 更要转身 他身后水墓内 亡林一步走出 右手抬起在水浆身上默然一拍 这一拍之下 一股本源之力于盗国的毁灭气息 直接冲入其体内 将其五脏崩溃 全身骨头碎裂 血肉分离一般 水浆喷出鲜血 身子矩阵向外急速抛去 其身体内更是传出喷喷之声 身体上的铠甲 立刻出现了一道道细密的裂缝 但却没有崩溃 而是从细密的裂缝内 传出大量的生机 钻入水浆体内 将其避死的伤势顿时恢复 亡林轻易一声 缓缓走出 很奇异的铠甲 你的修为没有到第三步 可穿上这个铠甲后 确实可以发挥出第三步的力量 不过这铠甲的弊端也不少 穿上之后 是他在操控你 而不是你控制他了 亡林双眼写思弥漫 其眼前的一切 立刻在他目中有了不同 以禁止本源化作自身规则 使得他清晰地看到了 这铠甲的隐秘 他的这番话语说得很随意 看落入水家耳中 让其眼中立刻就被骇人取代 此时此刻 在这五行星外 舞到光环外围 之前出现在洞附近 从仙纲大陆来临的黑发青年 巡逻大天尊 他站在外面 目光平静 看着光环内的一幕幕 在听到亡林的话语后 这巡逻大天尊 嘴角露出开心的微笑 这孩子原来叫做亡林 不错 很不错 这归异宗的铠甲之道 在仙族也很有名气 他能看出端倪 非常不错 谁将心中的亥然 此刻如这五行水镇的大浪般 在心神内轰鸣 他身上的这套铠甲 使其仙族赐予 他与这铠甲在一起很久之后 才慢慢通过自身血脉与其融合 最终成为自身之物 不穿这套铠甲 他只是天人第四衰修士 穿上后 他就可以成为第三步打能 可以发挥出这铠甲的力量 不过因这铠甲极为诡异 一旦穿上 他的神智会被限制 身体的一切会被铠甲操控 这套铠甲 他记得其仙族在闭关前曾说过 就算是在仙族的宗派 也绝不太多 此物炼制极为艰难 若非是立下打工 亦或者逝去凶险之地 让水江心颤的 是这铠甲方才居然被亡灵一掌 崩溃出裂缝 更是让自己全身碎裂 几乎就要被生生拍死 若非这铠甲的奇异 送出生机入体 方才的一瞬间 他已经死亡了 让他骇然的 是亡灵只是一眼看来 就看出了这铠甲最隐秘之事 倒出了端倪 这种眼力 这份见识 让水江从心里生起一果寒解 尤其是亡灵刚才一眼看来 水江清晰地看到 对方的双目瞳孔中 出现了大量的血色细丝 这些细丝仿若某种天地规则 让水江有了杀的尸神 脱下这铠甲 我可以不杀你 此刻亡灵与水江之间的海水 在冲天中落下 渐渐把阻断了外界目光的水墓掀开 使得五行星高塔四周的 龟一宗修饰 在看清了一切后 尤其是看到水江的狼狈 纷纷从之前的喜悦中清醒过来 化作了一片沉默 水江面色极为阴沉 亡灵的话语落在他耳中 竟让他心神剧烈地跳动 他咬牙之下忍住体内翻起的恐惧 身子一晃直奔后方 一下子就拉开了与亡灵的距离 亡灵神色如酒 冷冷地看着水江退出很远 看着对方右手持着长枪抬起 眼中渐渐露出寒光与杀鸡 与飞动腹界的外来者 亡灵不会有半点手软 与强盗更没有什么好说的 亡灵脚步向前一迈 走向水江 水江面色苍白 眼中露出疯狂之色 其右手抬起之下 手中的长枪猛地向下方大海狠狠地一抛 这一抛中 长枪化作一道 水蓝色刺目光芒 直接就冲入海水内 使得海面立刻发出轰轰巨响 海水更是剧烈地卷动下来 形成一圈圈的漩涡 弥漫八方 与我水灵之身 明武行水利 水江喷出一口鲜血 双手掐绝之下 右手猛地向着下方海水一抓 这一抓之下 海面轰轰 波浪翻滚 如同在这海底有一条巨龙转身一般 更是在这水江抓动虚空向上一抬之下 整个海洋沸腾一般 轰隆隆地缓缓抬起 远远一看 这一幕惊天动地 海水赫然被其声声抬动 从王林的身体外急速升天而去 与此同时 水江再次喷出鲜血 神色露出疲惫与征扎 左手默然向着天空一抓 云开雾散 光毁天灭 凝宇成海 水江大吼中 其左手颤抖 天空乌云轰轰崩溃 无数雨水从崩溃的云中被挤出 连接成片 一眼看去 天空好似存在了另外一片海洋 向着下方猛地落下 与大地被抬起的整片海水 在这一沙连接 融合在一际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漂浮在天地之间的水球 这水球浑浊中透出海的颜色 其大小无尽 一眼看去 看不到边缘 仿若一颗小型的水星一般 水江咬牙完成了 这其先祖传下的神通之树 肉身立刻枯萎 英俊的外调立刻丑陋下来 更有大量的浓疮在其身体上弥漫 他的兽颜 本不可能存活这么久 天人衰竭在其身上 也应爆发了四次 以他的资质 根本就无法安全度过 这一切 全部都是依靠铠甲 但此刻 随着他爆发出全部铠甲之力 他的身体再没有了多余的铠甲之力保护 立刻就化作了本应出现的样子 在他的前方 巨大的水球在这四个字出口的沙 立刻疯狂地旋转起来 随着旋转 更是不断的凝聚压缩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每缩小一圈 旗内的压力就会暴增无数 若是最终能将这 巨大的水球炼化成为一滴 那么旗内就算是有一个星空 也会崩溃 这就是水的力量 水的本源之力 亡灵在水球内 他看着四周海水云涌而动 振振水的压力 从四面八方凝聚而来 急速地挤压中 传来振振欲毁灭一切的气息 亡灵目光闪烁 盯着四周的海水 其眼中渐渐露出奇异之芒 隐隐的甚至还有一股 极度的兴奋之色 这是水之本源的力量 亡灵眼中兴奋之色更浓 我若想离开这里 很容易 甚至沙水将更是易如反掌 但眼下这个机会 却是很难遇到 水将依靠其铠甲 已经产生了水本源的力量 这股力量如今在我面前变化 若我能将其明误 那么我的本源 就不是七道而是八道 这种事情 的确如亡灵心中所想 极为难得 尤其是水将铠甲操控的水本源 绝非寻常 而是来自仙纲大鲁归一宗的方法 这种方式下 其凝聚出的水本源 直接就是种感悟到了 巅峰之后的明误所化 这样的事情 等于是他在亡灵面前 毫不掩饰地暴露出了一切 甚至笔之石传子兽 还要清洗无数北 这样的机会 亡灵岂能放过 他资质或许并非绝佳 但他的感悟与明误 却是罕见至极 否则的话 也绝不会有如今的七道本源 况且水本源 亡灵也并非从未接触 无论是天地珠子最早期的吸收 亦或者是之前 天韵子送出的一滴本源水液 都给了亡灵指引了 一条水本源的大道 亡灵眼中的兴奋 已然浓郁到了极点 他没有半点时间浪费 立刻盘息在这 不断凝聚收缩的巨大水球内 双目露出奇异之芒 死死地盯着前方海水的一切变化 这些变化看似没有轨迹可循 但在亡灵双目瞳孔血丝浮现中 他渐渐看出了一那些端倪 他的双眼露出推演之色 带着兴奋 急缩地铭记着 可遇不可求的水本源变化 这种事情 除了亡灵外 很难有外人知晓 水浆更是半点没有察觉 他此刻尽管神色争鸣 但同样有兴奋之色弥漫 他盯着水球 双手掐绝中不断地变化印记 使得水球内的本源更浓 收缩的速度越来越快 水球层层凝聚聚 在半炷香的时间后 就已经从无尽大小 变成了数万丈 这数万丈的水球 气内的海水与雨水 在这一次次的压缩下 本源越浓 在我这乾坤一滴神通中 就算你修为通天 可这里是五行水阵 我的神通 在这里无限强大 我要把你生生炼化 挤压成为一滴 我要让你死 水浆疯狂地掐绝 身子一晃之下 更是在水球外不断地排击 每一次排击 都会传入其铠甲的操控本源之力 使得这水球内波纹回荡 更快地收缩起来 他的这番举动 让王林几乎生出了感谢之意 王林在这水球中的感悟 因此人的行为 让他看得更全面 让他看到了更多的本源变化 数万丈的水球 在片刻后 缩小了小半 此刻化作了只有两万丈大小 其外水浆 神色露出猙獰与兴奋 但却剧烈地喘息下来 他如今已然发挥了全部之力 仿若游禁灯枯一般 那多 助我 水浆猛地抬头 向着天空发出一声大吼 在其吼声中 这水阵天空 立刻就有一个漩涡出现 从漩涡内 传出一股五行金之力 这股力量在传入而来的沙 立刻就在这水阵内 弥漫开来 五行中 金生水 这所谓的金生水 起源不同 有人认为是金龙化后成水 也有人认为一切金之力所化万物 在长时间的暴露后 其上自然而然地会有水凝聚而出 但不管是一种起源 均都使得这天地古老的先贤认为 金和生水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此刻随着五行金力的到来 包容王林的水球 在金之力的催动下 疯狂地压缩起来 水将神色中的心粉化作了凝小 王林 你死定了 此刻 在五行星外星空中漂浮的旋罗大天尊 他眼中露出古怪 看着这一幕 他有些不知该说那些什么 不但目光古怪 就连神色也都是哭笑不得的样子 这哪里是在炼化他 这分明就是帮助他去感悟水本源 这孩子体内有道骨血脉 又有仙人之术 这一点极为难得 尤其是他身体内居然有七道本源 死子不凡啊 静置本源存在于木内瞳孔血丝 这种以血丝化作规则的方法 我从未在任何人身上见过 随着水将的凝小 与癫狂一般的兴奋 送出了五行金粒 催在高塔第十层的哪多 嘴角露出了微笑 他神神始终在观察这一战 此刻笑容很盛 他不认为王林可以从水球内走出了 因为这水球内此刻存在的水本源之力 浓郁的就连他也都感觉极为恐怖 这水本源不是水将弄出 而是其铠甲锁化 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 故而纳多内心更没确定 还以为他有什么通天的手段 原来只有这点神通 他若是能出来 早就在刚开始水球凝聚中就离开了 眼下着那么长时间无法出来 想必如今的他 已经在其内绝望 王林 你我没有什么仇气 倒真不愿杀你 不过谁让你是这洞府界之羞呢 我们与你不同 你此行来这里 定然有某种目的 否则的话 你为何此时才来 眼下着洞府界大乱 几方势力都在寻找第三魂 那么这个时候你来这里 目的显而易见 那多双眼露出沉思 嘴角笑容更浓 同样在这高塔内 黑袍牢者四人 目不转睛地盯着中心的镜子 黑袍牢者眼中露出兴奋 大笑起来 这王林方才狂妄至极 眼下水匠大人出面 我看他如何走出这水球 乾坤一滴 这神通是我归一宗大道 死人必死 中年女子同样神色露出快意 盯着镜子内的水球 眼中恨意不断 死吧 你死了 想必司徒男会悲伤 他越是悲伤愤怒 我就越是解恨 司徒男 下一个就是你 这中年女子发出 振振刺耳的奸笑 与他二人相比 就连旁边两个保持理智的修饰 此刻也是慢慢露出微笑 他走不出来了 与此同时 在这高塔外 振振兴奋地欢呼不断 所有归一宗修饰 一个个望着天空的目光 充满了兴奋之色 他们看到水球不断地缩小 似看到了其内亡灵痛苦的表情 似能听到亡灵凄理的声音 最兴奋的是水江 他此刻双手挥舞 不断地压缩之下 水球依然变成了不足万丈 解压缩的速度越来越快 水球浑浊一片 其内隐隐传出轰鸣之声 这声音是水的挤压形成 传入水家耳中 仿恶天来之音 时间太慢了 要快移那些 以免再生意外 水江不知为何 他尽管兴奋 但随着水球越来越小 却是有了一种心筋肉条质感 这种感觉来得很突然 就连他自己也是很不解 但这种不解 却是让他很在意 犹豫之下 他担心意外 没有加大力量 却让这水球快速凝聚 双手掐绝 水江喷出一口鲜血 去身子一下子大范围的虚落下来 但这口鲜血的喷出 落在水球上的沙 却是让这水球一下子从近万丈 变成了七千多丈 这突然的变化 使得水球内的亡灵 身体内立刻传来轰鸣 他的身体扭曲 但其双眼内 确实立刻激动下来 王林在明误这水本源的所有变化 只是这变化似到了极限 隐隐缓慢下来 但王林却是感受到 似着水球没有了力量 却让其内浓郁的水本源 再次出现变化 这种事情 对于王林来说 如同是知晓某种秘密时 刚刚知晓了一半 但后一半却没了 这种不上不下的感觉 让他很不舒服 正皱眉知识 水江不顾一切的鲜血 却是让这水球 一下子再次运转起来 王林几乎要大笑 水江之恩 他王林绝不会忘记 这种仿若知晓自己所需 就立刻送来的人 王林怎能舍得杀了 更让王林激动的 是水球外的水江 接下来说出的话语 纳多还有归义宗所有弟子 全部星神入阵 借我力量 在三西之内将其化作一滴 高塔内的纳多 没有丝毫犹豫 双手掐绝之下 立刻就有阵阵金光闪烁 在其身体上化作了一套 金光闪闪的铠甲 他穿着铠甲 身子向前一步走出高塔第十层 出现在了天空中 神石入阵 今日我归义宗为天地除魔 诛杀死人 呈万古造化 纳多低吼中 双手掐绝向着天空猛的一挥 立刻其身体神石呼啸而出 直奔天空漩涡内的镜子而去 虽然众生 灵运万物 但总是有意那些人 喜欢把自己放在正义的一方 穷污蔑谣言于对方 似乎不这那么做 就不足以发挥全部修为一样 显然 纳多就是这种人 归义宗类 大多也是这种人 与此同时 四周数百归一宗修士 一个个不假思索 全部盘膝坐下 神石离开身体 全部飞入天空 一道道神石无形 但却让天空扭曲 随着他们的神石 全部进入天空的漩涡镜面内 赫然就出现在了五星水阵之中 数百神石的进入 他们没有半点浪费时间与犹豫 立刻就发挥出全部的神石之力 轰然冲向数千丈的水球外围 向内疯狂的挤压起来 尤其是纳多 其穿着铠甲后 修为暴增 还有黑袍老者与另外三人 此刻也都是爆发出了 全部神石之力 在这疯狂的凝聚中 水球立刻在轰轰巨像下 直接缩至三千丈 王林在其内 他双眼兴奋的 明露水球内的水本源的一切变化 尤其是刚才归一宗全力的凝聚 直接本源变化暴增 直接让王林看到 几乎所有的本源变化 我有那些明白了 还差一点就差一点 王林双手无意识地掐绝 模仿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本源变化 就在这时 水球外归一宗 第二波挤压轰轰而来 三千丈的水球 疯狂地缩小 两千丈 一千丈 五百丈 直至二百丈 还在继续 王林眼中露出明霧之色 他左手还在无意识地模仿 右手抬起向前 虚空以挥 立刻在其手中出现了之前 天运子送给他的 低蕴含一丝本源的水滴 我明白了 王林猛地抬头 右手低蕴含了本源的水滴 立刻散发出阵阵金光 更是在往里手中旋转起来 金光散出 看起来这水滴如同水晶 王林眼中金光一闪 轻声开口 水本源 三亿八千万变化 您 这句话出口的杀 这二百丈大小的水球 立刻从未有过的剧烈抖动 仿佛要崩溃一样 一股浓郁的水本源气息 直接就爆发出来 与此同时 在这水球外 水将双手掐绝 与纳多还有所要归一宗 修饰神势凝聚 向着水球发起来最后一次挤压 二百丈 他身体应该已经崩溃 我们粉碎他的元神 您过去 直接把他炼化成乾坤一滴 这融合在一起的神势呼啸 直奔水球 但去在临近的一杀 已或者是 还没有起到任何挤压效果的一瞬间 水球 在所有人的遗愣中 却让自己极快地收缩起来 这一幕 让纳多遗愣 让水将遗争 让所有此地神势之人 全部一呆 二百丈的水球 杀就化作五十丈 瞬息便只有五丈 精细地露出了旗内 盘膝坐在里 神色蕴含了激动的亡灵身影 这一幕 仿恶雷鸣轰轰 在所有人的心神内 疯狂地炸开 让他们一时之间 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样的事情 莫说是他们 就算是换了任何艺人 都绝对无法接受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 五丈水球急速融合之下 全部凝聚在了 亡灵右手手心之上水晶中 眼睁睁地看着水晶 消散在了亡灵的右手上 不见踪远 他们更是看着亡灵 缓缓地站起身子 脸上露出微笑 镶着他们所有人的神势 与完全呆滞的水晶 弯腰抱拳一半 如此大恩 请受王某一拜 亡灵拜完抬头 大袖默然向前一甩 这一甩之下 天地色扁 狂风呼啸 所有的神势赫然 全部被卷出此阵 就连那多的神势 也同样被衣袖红出 整个水阵 就只剩下了水晶与亡灵二人 水浆身子遗产 喷出鲜血 残笑中亮相的后腿几步 五行星上 高塔外的所有修士 此刻齐齐身子一阵 默然睁开双眼 露出亥然羽无法置信之色 更有道不尽的恐惧 如同风暴将所有人淹没 没有哗然 有的只是一片死寂的劲 这归一宗之人 仿若被定身 那多眼中迷茫 他直至现在还无法相信之前的一幕 许久之后 此地的修士方才 从亥然中清醒过来 华人之声骤然而起 所有人没有例外 全部传出了震惊的声音 他是怎那么做到的 这未免太匪夷所思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 黑袍老者与中年女子 二人无法承受这剧烈的变化 尤其是黑袍老者 更是扮想说不出任何话语 目中掀起滔天恐惧 王林没有理会前方喷出鲜血后腿 一脸无法置信的水浆 而是闭上了双眼 默默地感受体内多出的乾坤一滴水 这第八道本源 未睡本源 只不过其并未在王林体内打成 如同当年的火本源一样 这样的十字本源 需要一次次的融合之后 方能打成 实际上这也是 十字本源与虚本源的区别 虚本源全靠感悟 一招明误 立刻成道 但其明误的难度 却是极为艰难 这一点从王林因果 生死 真假就可以看出 相比之下 十字本源能略为容易移那些 但也是相对虚本源而言 王林火雨雷 就是在拥有了类似种子的存在后 慢慢地壮大 直至出现真正的本源 眼下 在王林的体内存在的 就是水本源的种子 有这个种子在 王林就可以去一步步 达到本源大城的境界 本源难 种子更难 王林当年若非是吞了半条雷龙 若非是吸收了 闪雷族不灭雷霆 也不会有这雷霆种子出现 火本源同样 若非是朱雀数次的觉醒 王林也不会有 获得火种的机会 如今 乾坤一滴 就如同当年的雷龙与不灭雷霆 如同朱雀的觉醒火焰之力一样 给了王林水种 这才是让王林兴奋的根本 这世间从来没有不劳而获 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行走 本源更是这样 只有五行大地土镇内 王林吸收了土铃 但仅仅这个土铃 却是无法在王林体内 凝聚出土本源的种子 它还远远不够 除非是有人如水浆一样 以类似的方法 将本身铠甲第三部 土本源的港物拱手送出 再有数百修饰配合等等 所有条件完整 或许方能成主 这样的事情 可遇不可求 王林明白 感受着体内水种的傲然生机 王林睁开了双眼 看向水浆的目光 也不再寒冷 而是一片平静 在王林双目睁开的一瞬间 水浆似从震惊中苏醒 他骇然的不断后退 七八步后 他猛的就要逃顿离开这里 但他对王林如此大恩 王林只能让他这那么就离去 右手抬起 向着后退的水浆虚空一抓 天地轰领 一只巨大的手掌凭空虚化而出 一把就将这水浆身躯抓住 在其挣扎反抗的杀 随着王林右手收回 巨大的虚幻之手带着水浆 回到了王林身前 右手实质伸出 王林不假思索 一只点在水浆眉心 这一点之下 水浆神色露出痛苦与扭曲 其容颜在之前的施展神通下 早就由禁灯窟 如同干尸 他的生机与灵魂 全部都与身体外的铠甲 融合在了一起 他借铠铠甲之力 铠甲以他为养分成长 这种关系 已经保持了很久很久 但眼下在水浆虚落时 却是致命 铠甲将会把他最后的生机稀释 王林只见落下 一股磅礴之力 从其体内立刻汹涌而出 冲进水浆体内 化作一片隔膜将其魂与身 还有身体 完全地与铠甲阻隔开来 无论如何 你送我谁本源之中 我不会杀你 会救你一次 这是王某做人的原则 王林只见抬起 向前一挥 立刻水浆身体外的铠甲 猛的遗产 直接就从其身上 被强行分离开来 铠甲散成大量的碎片 向着四周默然散开 但在每个碎片上 都有一道血似与水浆身体连接 即便此刻散开 血似仍在 远远一看 此刻水浆 其身体诡异的 让人看之有种 毛骨悚然之意 这恐怖的一幕 更是让五行星上 那些之前 处于骇然震惊之中的 鬼异宗修士 一个个被吸引了目光 隐隐忘记了之前的心惊 而是被水浆身体恐怖的一幕 滋生了弥漫全身的寒意 与此同时 阵阵凄厉的惨叫 从水浆口中喘出 他神色的痛苦 几乎要将其淹没 但他却无法昏迷 只能在这痛苦中咆哮 但他心里同样也明白 王林不是故意折磨他 而是在救他 若是此甲不屑 那么他必死无疑 毕竟之前 他耗费了全部力量 更是为了杀王林 激发出了这铠甲内 他无法承受的修为之力 若是王林被乾坤一滴炼化 那么他吸收了这一滴水液 则完全不用考虑 铠甲反噬的问题 但如今 却是落到了眼下的地步 大量的红色细线蠢动 连接在水浆与其身体外 那些分散的铠甲碎片之上 晃动之下 使得那些碎片也在飘游 水浆的神色痛苦中 凄惨的嘶吼不断传开 王林神色流凝重 盯着水浆 目光闪烁露出推演 半想 他右手默然抬起 血光一扇中 血剑出现在手 向着水浆身体外 那些血色细线默然斩去 砰砰直升沙尔气 连续数次后 水浆身体外的所有细线 全部碎开 道卷回到了各自存在的 铠甲碎片内 铠甲更是完全与水浆身体分离 漠然四散后 却有诡异的从八方凝聚在一起 化作了一个完整的 但存在了许多细密裂缝的铠甲 轰的一声 落在了地面上 铠甲的样子 看起来仿若是有人坐在里 散发出震震暗淡的水蓝色光芒 更是在蓝光中 一把长枪换化而出 翁的一声飘起 落在铠甲双鼻之上 一动不动 血甲之后 水浆全身立刻喷出大量的血涡 其身子极为虚弱 亮腔中后腿 看向王林的目光 充满了复杂 王林看向铠甲 缓缓开口 你走吧 我不杀你 水浆沉默片刻 张开口想要说那些什么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黯然中带着疲惫 向后一步迈去 消失在了这五行水阵里 王林右手抬起 向着铠甲一抓 就要把这铠甲收走 仔细研究的杀 王林猛的抬头 眼中露出寒光 身子不假思索 直接向前大步一脉 与此同时 突然这五行水阵 立刻就出现了大量的波纹 这波纹急速回旋 更散发出阵阵恐怖的围压 仅仅是瞬间 王林所在的这个世界 就轰然崩溃 这崩溃太过突然 在这五行水阵完全瓦解 天地在王林面前 化作无数碎片倒卷的同时 仿佛有一股围压降临 这围压太强 使得此地无法沉水一样 散发水蓝色光芒的铠甲后方 波纹回旋间 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漩涡 漩涡内直接伸出一只干枯的右手 一把就像铠甲抓去 更有一个阴森的苍老声音 从漩涡内传出 化作一股无形阴浪 直接轰入王林心神 这不是你可以拥有之物 给老夫滚 王林对着突然出现的变果 并非没有任何察觉 他在五行水阵崩溃前的瞬间 迈出的一大步 使得他全身气势轰然暴增 直接就在这一步中 从平凡升华到了巅峰 他的七道百元 同样在这一步中 浑然融合 化作七空灵后期的强悍修味 在其体内爆发出来 更是在这一步 迈去落下的沙 王林的倒骨血脉之力 融入其每一寸血肉之中 每一寸骨头之内 使得他的身体 可以撞碎修真心 惊奇神 血脉与全部 都在王林身上沙爆发 如同一场灭天风暴突然的崛起 使得此刻的王林 气势如虹 他这一步落下 恰是漩涡出现 手臂伸出的遗水 王林这一步 拿落下的右脚 不是踏在虚空 而是踏向手臂 狠狠的一踏 这一切都是沙发声 快得让人根本就无法看清 王林的右脚 以闪电一般的速度 更有道果的极端霸道 轰然落下 苍老的声音传出惊呼 抓向铠甲的手臂 更是急速改变方向 掐绝之下 欲化神通对抗 但他显然没有料到 王林的反应 于狠辣的出手 列有仓促中 王林右脚 直接就狠狠地 踹在了手臂之上 轰了一声 其内更夹杂着 骨头碎裂的声音 手臂在王林这一脚之下 立刻扭曲下 跟红种老高 其内一片鱼血 在漩涡内受伤的 闷横传出中 手臂急速缩回 但却有喷声骤气 却是手臂肿气之处爆开 鲜血四箭 敢抢王某之物 你活腻了吧 王林袖子一甩 站在了铠甲之后 眼中寒光如冰 看向漩涡 他更是话语中 左手向后随意一挥 水蓝色的铠甲连同长枪 立刻化作蓝光 被王林收入袖内 这一番动作 行云流水 古族之人 近乎扭曲的声音 从漩涡内传出 更有痛苦的吸气之思 这一幕 被五行星外星空中的 玄罗大天尊 全部看在眼里 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神色中更是有一股霸意弥漫 好 果然是我道古一族的孩子 就是要真那么对付 所有感冒犯之人 他要不这么做 我反倒会有那些不满 真那么做 很合我的脾气 要是换了我 会把他的爪子剁下来 归以宗 这群新人来到此地 倒也很有意思 玄罗大天尊 很是随意地看了眼 五行星之上的高塔 若他想 挥手间 此行一切生灵 烟消云散 收起水浆铠甲 王林双眼冰冷寒霜一般 再看向漩涡的沙 右手抬起 向内蒙的一桩而去 与此同时 漩涡内散发出 一道道万丈金光 这些金光刺目 如同一把把利剑 在王林右手来临的瞬间 彼此轰击在了一起 轰鸣回旋 在这崩溃的水阵内 化作层层悔音 不断地轰隆而起 王林身子退后三步 右手收回 神色没有半点变化 依旧冷漠至极 漩涡在这轰鸣下 直接碎开 成为点点晶影 向着四周 漠然暴卷 消失无影 五行星上 高塔第九层 此刻被一片金光弥漫 在金光中盘西 坐着一个老者 这老者穿着一套 金色的长衫 胸前衣衫上 绣着五行图案 栩栩如生 此刻 这老者身子一阵 喷出一口鲜血 其右手更是一片玉种 隐隐发黑的同时 更是诡异的扭曲 显然是已然被折断 还有大量的鲜血 从其右臂内流出 啪嗒啪嗒地滴在地面上 古族之人 从他身体内传出的力量 属于道古一脉 不像是叶末三千邪 所化后人 他的后人 怎那么可能会拥有 堪比叶末的强悍 此人 很有可能不是这 洞府界之羞 而是来自仙纲 该死的 除了我归一宗外 居然还有人进入这里 老者眼中瞳孔收缩 神色弥漫痛苦 他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右臂 目中露出骇然 与鱼迹之色 好狠的一脚 若非是我铠甲 内敛在体 这一脚之下 我的右臂定然碎灭 怕是就连身体 也会随之爆开 面色极为阴沉 这老者猛地抬头 向着塔外传出大喝 纳多来见我 随着这老者声音 从高塔第九层内传出 塔外所有归一宗修饰 全部心神一阵 华人吱声杀消散 齐齐向着高塔跪恐模板 纳多眼皮一跳 没有丝毫犹豫 身子直奔高塔第九层 在外先行抱拳 正要开口说话 但在其身旁 确实立刻有一只虚幻大手 将其一把抓住 瞬间带入第九层内 纳多不敢反抗 任由大手将自己拽入高塔 在出现于第九层的瞬间 他立刻匍匐在地 带着罕友的攻击 连忙开口 后辈子孙纳多 见过第九老祖 穿着金袍的老者盯着纳多 低合起来 他是谁 你们如何招惹了此人 听闻老者的话语 纳多抬起头正说话 但一眼就看到了地面上 老者方才喷出的口鲜血 顿时心神一颤 等其再看到老者右臂的狼背后 心神掀起大浪 他知道 老祖出手了 但却没有占据优势 反而被亡灵所伤 此刻身子颤抖 连忙一五一是没有丝毫隐秘 把他知晓得有关亡灵的所有事情 全部倒出 在着纳多开口的同时 他身子向前一晃 迈出一步的沙 眼前的虚幻五行光芒立刻耀眼 待清晰时 展露在他面前的 赫然是一片新的天地 清风吹来 一股方向弥漫 嵌入心扉 让人不由的会感觉心狂神怡 这里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茂密丛里 参天大树如一把把 利剑插入云霄后爆开 形成了片片树叶与绿荫之萌 五行目震 亡灵目光一闪 看着四周 嘴角渐渐露出微笑 这一次所来五行星 先不说进入此星后能否达成所愿 仅仅是这五行阵 就已经让亡灵获得了天大的造化 此刻在这五行目阵内 亡灵岂能放过 他身子向前一晃 直奔前方 但就在亡灵身子挪动的沙 这整个五行目阵内 所有的参天大树齐齐一斗 却见无数数月在这瞬间脱落 死被一股奇异之力卷动 在一生生惊天的尖小中 这些数月从四面八方直奔亡灵而去 数月太多 远远一看在这呼啸间 遮盖了天 淹没了地 沙灵尽亡灵 如同飞花锁命 落叶取魂一般 亡灵神色没有半点变化 身子向后退出三步 右手握拳 双目寒光一闪间 默然抬起直接向前猛的一丝 死天 这一丝之想 风云卷动 刺来一声巨响 却见在亡灵前方的天地 立刻就被他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这裂缝与天地连接 竖着横扫开来 方恶要把这天地撕成两半 实际上 亡灵前方的天地 也的确在这撕裂中 分成了两部分 裂缝中间一片漆黑 撕通往羞索在 此刻在这不断的扩大下 如同黑夜吞噬白天一般 急速扩展开来 恶仅仅这样 还不足以发挥出 撕天之术的威力 此刻一同被撕成两半了 还有无数飞叶 所有的树叶 全部都在这一杀 从中间直接裂开 向着两边撕扯 露出了树叶中的 一道道连接细丝 八方来临的树叶 全部如此 随着亡灵右手 四天之术后的落下 天地轰鸣 轰隆隆的巨像 震动四周 使得这五行木阵 如要崩溃 所有急速临近亡灵的树叶 统统在其面前 分成两半 从其身体两旁急速滑过 与正对方向来临 同样分成两半的树叶 碰撞在了一起 远远一看 亡灵的身影 背着轰鸣碰撞淹没 直至片刻后 在漫天昏暗内 亡灵白发飘动 缓慢的一步步走出 他的身后 天地裂缝不断扩大 漆黑一片如同大壳 他的身后 还有崩溃中的所有树叶 形成的昏暗 仿若漠视 就在亡灵走出的瞬间 这五行木阵的大地上 那些失去了所有树叶的树木 一个个突然诡异的蠕动起来 在亡灵的目光下 这些树木一个个如妖一般延长 彼此错综复杂的链接在一起 在这大地上所有树木的连接蠕动中 随着那些树木不断的延长之下 很快就在其上方 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树木之脸 臣服或者毁灭 亡灵白发轻轻飘在脑后 白衣同样飘动 神色平静 目光与地面上的树木之脸同 对望 树木之脸沉默 许久之后缓缓地闭上来 带着沧桑如年轮般的树木 在其双目闭合的沙 这巨大的树木之脸的眉心 有一片生机傲然的绿色 点点凝聚而出 化作一个绿色的结晶 直奔亡灵而去 在亡灵的身前漂浮不动 被亡灵右手捏住 收走的一刻 下方的所有树木 全部再次蠕动起来 渐渐恢复成了之前的样子 亡灵在没有低头去看 而是抬起脚步一脉之下 眼前一切画面扭曲 最终崩溃 一道道金石之芒 从这崩溃的木阵内急速散出 迅速地笼罩四周 在这木阵消散的同时 化作了五星最后一阵 金阵 金阵 一切金石之力 雄杀气息惊天而起 在这金阵的天地内 没有大地 原本应是大地的位置 为一把把散发金光的大剑取代 一把把剑 消杀一片 天空没有云层 没有烈日 有的依然还是无尽利剑 倒挂在天 一把把剑间 在亡灵出现的沙 立刻发出了嗡鸣之声 这是剑鸣 此地所有剑 同是鸣多 金不是木 木去任中之柔 故而亡灵会给 拥有灵制的木鸣选择 但金不同 金箭不朽 一路直前 绝不会弯折 此刻剑鸣一骑 此地轰鸣回旋 所有的剑 齐齐射出 卷动天地下 万箭传心直奔亡灵 轰鸣回荡 剧烈的声响 成为了此地唯一的声音 久久不散 武航星内 高塔第九层 随着纳多 把有关其知晓的亡灵 一切事情全部说完 老者神色越加阴沉 他依然还是有那些无法相信 亡灵竟然不是 先刚大陆之人 此刻正要开口 但他突然猛地抬头 看向他外 神色露出销伤 金阵被他破了 他将要进入九转 话语中 这金袍老者站起身子 眼中弥漫杀鸡与寒芒 老祖 我五行星最强大阵 九转心轮 能否让此人阻步 纳多犹豫了一下 低声问道 九转心轮 九膝一转 心动越快 则转动越快 此人不好说 这阵法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是先刚归一宗的 护山阵法之一 眼下这阵法 尽管只有先刚归 一宗大阵的四成威力 但只要此人 无法一开始 就看出端倪 只要新人有了 哪怕半点的转动 则他必定无法破开此阵 一切都看其心 动还是不动了 老祖南南 话语过于悬傲 那多听得似懂非懂 但却没有深温 而是抬头 看向塔外天空 五行星外阵法内 轰眠回旋 金阵崩溃中 亡灵从其内身影走出 此刻 在他的前方 已然不再虚幻模糊 而是被他清晰地 看到了不远处的五行星 似只要他向前走出一步 就可以探路在星空中 存在的五行星上 在亡灵的身后 则是瓦解的五行阵法 盯着五行星 亡灵正要踏路 但就在这时 突然他脚步一顿 轻一声 双目默然金光一闪 在他看去 五行星竟然动了 缓缓地转动起来 其实亡灵此时此刻 已经感应到了 自己身边有一位 恐怖的强者隐藏 此人实力远远超出自己 无论自己如何 都无法逃走 既然对方不愿意出来 亡灵也就没有去理会这件事 《旋逻大天尊》 对于这鬼一宗 并没有多少好感 别说是在洞府界 就算是在仙纲大陆 谷谷执秀与仙祖执秀 也是世仇 那么《旋逻大天尊》 会不会帮助亡灵 渡过九转之战 后续剧情 大家可以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